兵城威北双西赖绿水站第12A配套工程正式竣工 预计增加1亿1400公升的供水能力 意味着每天的净水供应量可以提升到17亿2600公升 这项计划是2030年原水应急计划八项工程的其中一项 所有项目一旦完成 预计能应付宾州2040年到2050年的用水量 虽然增加了这个供水的能力 我们还是保持富裕广大兵州人民 比较谨慎看待这个水供应 也必须谨慎的用水 希望我们可以不需要面对不够水源 不够这个过滤站的这个capacity 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供水的能力 向应急计划整体花费11亿8千万令吉 双西赖绿水站建设至今已经有51年 跟以往相比如今的供水能力已经提升10倍 同时占冰岛85%的供水量 正因为如此早前输送馆爆裂事件 影响大批用户 今后槟城不再只依赖双西赖过滤站 而是将供水的责任分散到微北 微中和微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